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乐季后来是做了一个唱片是拖了非常长的时间 叫左手或右手 可以说是我 就我个人来说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记忆吧 因为最后这个唱片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有将近一年 不去排练 不做乐队 不演出了 那么那里面所收了的东西呢就是 可以说是对自己一个交代 也是对乐队其他成员的一个交代 当然对于个人来说 不管你的音乐是怎么样 它都会承载你的一个记忆 一个很深的记忆 你听到它 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来当时的一些事 可能不是很具体的 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的状态 甚至有可能是 灯光的一个颜色 你就会通过这些声音 这些音乐存在的形式 能够把这些记忆给勾起来 所以我觉得 这对于我来说 个人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就是我也 一直鼓励自己这样做 始终要做一些能够 能够留住那个时 那一时刻时间的事 有些事情你做了 你就能够留住那个时刻 虽然不是说 不是完整的 但是足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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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